在上一讲中 我们基于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 讲解了如何用后项传播算法 更新神经网络的参数 完成神经网络的训练 这一讲 我们将后项传播算法 推广到更一般的神经网络中 也就是说 我们不限制神经网络的层数 以及每一层的神经元个数 来推导后项传播算法 如图所示 假设神经网络有L层 我们不限制每一层神经元的个数 那么神经网络的图 可以用更简单的矩阵来表示 首先输入X 它对应着第0层的输入 我们用A括号0来表示 那么第一层的输入A括号1 它等于是Omega括号1 乘以A括号0 加上B括号1 这就相当于 第一层的Omega和B 作用在第0层的A上 我们得到了第一层的Z 接下来A括号1 它等于Phi Z括号1 这个Phi是连接 两层之间的非线型函数 同样的道理 Z括号2 等于Omega括号2 乘以A括号1 加上B括号2 再接下来 接下来A括号2 等于Phi Z括号2 这样一层一层的下去 到第L层的时候 Z括号L 等于Omega括号L 乘以A括号L-1 加上B括号L 最后的输出Y 等于A括号L 等于Phi Z括号L 根据这张图 和这样的公式 我们进行一些说明 第一 网络总共有L乘 第二 Z括号K A括号K B括号K 为向量 我们可以用Zi括号K Ai括号K Bi括号K 表示其第i个分量 第三 输出Y可以是向量 用Yi表示第i个分量 当然输出的Y 也可以是一个数 那么它也可以看作 一维的向量 假设 对于一个输入的向量 大X 其标签为大Y 则 我们设置目标函数 MinimizeE 等于二分之一 小Y 减大Y 模的平方 其中小Y和大Y 都是向量 目标函数 设为两者X的模的平方 和上一讲一样 在推导后项传播算法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推导 E对输柳变量的偏导数 然后再基于这些输柳变量 推导对所有Omega和B的偏导数 这里 我们设置输柳变量 ΔI 就是 DM乘的 DI个Δ分量 它等于的是 E对 ZI 的偏导数 我们还是按照上一讲的思路 从后往前推 首先 看最后一层 其第L层 ΔI 括号L 等于 E对 ZI 括号L 的偏导数 它等于 E对 YI 的偏导数 乘以 YI 对 ZI 括号L 的偏导数 根据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 ΔI 括号L 等于 小的YI 减掉 大的YI 乘以 Phi ZI 括号L 接下来 我们看 如何通过 DM加一层 推导 DM层 ΔI 括号M 等于 E对 ZI 括号M 的偏导数 它等于 J 从1 加到 SM 加1 偏E 偏 ZJ 括号M 加1 乘以 偏 ZJ 括号M 加1 偏 ZI 括号M 这里 SM 加1 为 DM 加1层的 神经元个数 经过一些化解 我们可以得到 如下的 地推公式 ΔI 括号M 等于 J 从1 加到 SM 加1 ΔJ 括号M 加1 乘以 偏ZJ 括号M 加1 偏ZI 括号M 为了推导 第二项 偏ZJ 括号M 加1 偏ZI 括号M 我们 在这里详细地 画出 DM层的 向量Z 和DM 加1层 向量Z 之间的关系 根据 上面这个关系 我们 能够 相对容易地 得出 偏ZJ 括号M 加1 偏ZI 括号M 等于 偏ZJ 括号M 加1 偏AI 括号M 乘以 偏AI 括号M 偏ZI 括号M 将会等于 Omega JI 括号M 加1 φ1 ZI 括号M 代入上面的式子 我们可以获得 最终的地推公式 向前地推 ΔI 括号M 其中M 等于 L-1 L-2 一直到 1 我们获得每一层的 ΔI 括号M 过后 容易求得 偏E 偏Omega J JI 括号M 它将等于 ΔJ 括号M 乘以 AI 括号M 减1 同时 偏E 偏BI 括号M 等于 ΔI 括号M 在这里 我们讲到了 如何利用 后向传播算法 对一般情况下的人工神经网络 求解 偏导数 这里 我们只是简略地讲解了其过程 请同学们对照视频 慢慢地 逐步地推导每一步 相信通过同学们自己的推导 一定能够有所收获 最后 归纳总结一般情况下的后向传播算法的流程 和上一讲 基本上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是 步标函数变成了魔的形式 第一步 对神经网络每一层的各个神经元 随机选取相应的Δ和Δ的值 第二步 前项计算 对于输入的训练数据 计算并保留每一层的输出值 直到计算出最后一层的输出 小Y为止 第三步 设置目标函数E 例如E等于二分之一小Y减大Y 磨的平方 用后向传播算法 对每一个Δ和B 计算偏E偏Δ和偏E偏B 第四 利用如下迭代公式 更新Δ和B的值 N加1部的Δ等于 第N部的Δ 减掉α E对Δ的偏导 在第N部的Δ和第N部的B上的值 N加1部的B 等于N部的B 减掉α E对B的偏导 在第N部的Δ和第N部的B上的值 第五步 回到二 不断循环 直到所有的E对Δ和E对B的偏导的绝对值 都很小为止 退出循环 这一节我们针对神经网络的一般情况 推导了后向传播算法 在下一节中 我们将开始介绍神经网络后向传播算法应用中的一系列的问题 本讲就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